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今天的新闻焦点集中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正在全力以赴地吸引年轻选民 借助名人如卡迪·毕德助阵 他强调了枪支暴力和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 而特朗普则试图通过有争议的信息和与网红的合作来吸引年轻男性选民 显示出两位候选人在年轻选民中的巨大差异 与此同时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的言论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他在一次活动中提到可能会尝试废除支持半导体生产的CHIPS法案 之后又表示应该是简化这项法律 此言论遭到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这将威胁到与该法案相关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显示出约翰逊在平衡特朗普的保守议程 与支持脆弱的共和党候选人之间的挑战 最后 最高法院驳回了共和党阻止宾州部分选票技术的请求 这一决定被认为是投票权倡导者的一次胜利 确保了因小错误而不被排除在选举过程之外的选民的权利 民主党人对此表示支持 强调每位合格选民的选票都应被计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悉尼晨报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竞选的最后阶段 积极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他与格莱美获奖说唱歌手卡迪必在威斯康星州共同出席活动 强调年轻一代的力量 哈里斯在演讲中指出 年轻人对变革的渴望 以及对气候危机和枪支暴力的关注激励了他的竞选策略 与此同时 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的言论引发争议 他提到前国会议员丽兹切尼什的暴力比喻遭到批评 哈里斯认为这些言论应使特朗普失去总统资格 随着选举日临近 哈里斯和特朗普都在争取那些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 哈里斯特别瞄准女性和犹豫的共和党选民 美联社报道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在竞选活动中提到 可能会尝试废除促进美国半导体生产的CHIPS法案 随后迅速澄清希望 简化该法案 约翰逊的原话引发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 他们警告称这可能会削弱受欢迎的政府项目 尤其是在即将建设新半导体工厂的纽约地区 尽管约翰逊试图收回这番言论 但他的发言暴露了他在特朗普和共和党议员之间的微妙平衡 尤其是在面对即将到来的选举时 民主党则借此机会强调他们在经济和就业方面的成就 呼吁选民支持哈里斯 半导电视台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共和党阻止宾夕法尼亚州 某些临时选票计入的请求 这一裁决将确保数千张选票的有效性 宾州共和党曾声称若不计入这些选票 可能会影响数以万计的选票 但最高法院的决定支持了投票权倡导者的立场 认为临时选票应被计入以保护选民的投票权 民主党对此表示欢迎 强调特朗普及其盟友试图通过各种手段 削弱选民投票权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此裁决不仅有助于维护选民权益 也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提供了保障 Yahoo US 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选举日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在小丘特高中的体育馆内向满座的观众发表讲话 鼓励支持者投票 并说服他人支持他 而非唐纳德·特朗普 他的竞选团队正在威斯康星州 进行全州巡回活动 哈里斯在演讲中强调了 确保全国范围内的堕胎权 为中产阶级减税和降低医疗费用的重要性 他提到威斯康星州在这次选举中至关重要 并呼吁那些尚未投票的人制定投票计划 哈里斯的演讲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 许多人已经提前投票 他还特别提到年轻选民的力量 表示他们对改变的渴望 并强调你们将塑造你们继承的世界 在小丘特 哈里斯的演讲与民主党参议员 谭米·鲍德温的发言相呼应 后者也强调了威斯康星州 在总统竞选中的重要性 鼓励选民向前迈进 而不是回到过去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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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